长长长什么都长自费药品听说也涨价了 由民众到长庚医院体系自费购买优生碳酸钙 以往一颗两块钱 现在一颗要三块钱才买得到 涨幅高达有五成 而业者说没有办法原料涨 所以只好反映在价格上面 可是再问就觉得怪了 业者这边涨幅是一成半 但是长庚转一个手 涨幅变成五成 再来问问医院 医院说啊他们现在要调回原价 药局里头卖的一大罐碳酸钙 低血钙或有骨质疏松症 患者必须长期服用健保不给付 在现在传出全台长庚医院体系 在七月中旬调涨了优生制药碳酸钙的自费价格 一颗从两块涨到三块 涨幅高达五成 因为颜料有上 他们预想就是认为是卖台湾价格偏低 提高差不多将近一成半 涅者坦言药价有涨 涨幅一成半 但长庚在卖给变幻 竟高达五成 长庚做出回应 决定起要回原价 事实上走一趟药局 药师告诉我们 总体来说 钙片没有调涨 反倒是软肠 已经听到调涨风声 同学里面有听到 软肠要涨价的问题 那有听过要涨多少吗 一盒大概好像是五块钱 大概如果涨幅的话 等于差不多有十几% 什么都涨 连自费的药品也蠢蠢欲动 卫生署公平会已经介入了解 如果业者有联合涨价行为 最高可开罚2500万